孟宏伟失踪原因曝光港媒,已被纪检部门调查,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被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 港媒日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孟宏伟已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正在接受调查。 广告香港南华早报周五五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蔡孟宏伟正在中国接受调查,消息称孟宏伟上周九月二十九日乘积返回中国时,已落地及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 但目前尚不知道孟宏伟被调查的原因,以及他被关在何处,救孟宏伟失踪事件。 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五日通过推特撒表声明说,国际刑警组织已关注到孟宏伟可能失踪的有关报道。 这是法国和中国,中共有关当局需要处理的事情。 2018年10月5日声明还指出,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卓尔·金斯多克·扎根斯多克,是负责刑警组织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所以孟宏伟的失踪,并不会影响到该组织的日常运作。 除上述声明外国际刑警组织没,有进一步对孟宏伟的失踪,做出评论而至目前,中共公安部和外交部也没有对事件,做出任何置评失踪以前被两度消权。 根据公开资料现年64岁的孟宏伟,目前担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2016年11月,他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期四年他也是国际刑警组织。 自成立以来,首位来自中共的主席,孟的当选曾引发舆论对国际刑警组织,公正性的质疑和担忧。 一些组织担忧,孟宏伟,作为广泛侵害人权的中共政府高官,会令国际刑警组织成为在全球通缉和抓捕中国异见人士和政治难民的工具。 今年4月中共官媒曾报道,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已不再担任公安部党委委员,正是孟宏伟再次被消权。 去年12月,他被免去中共国家海洋局副局长,中共海警局局长职务。 当时的分析认为,孟宏伟仕途可能不妙。孟宏伟自2004年开始长期任公安部副部长,与江派大员周永康有不少消极。 周永康在2002年升任政治局委员,2003年3月兼任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后,孟宏伟在第二年被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成为周的副手之一。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曾表示,如果孟宏伟作为周永康的余毒,被拿下应当不会令人意外。